大家好,欢迎来到达达观世界,我是达达 带您看最精彩的世界,中国游客不管去哪旅游,都有很强的购买力 近期在美国日本的免税店,国人却疯抢国货,甚至有人去非洲抢购茅台香烟 有网友问茅台在非洲卖多少钱一瓶,自己国家生产的酒还要去国外抢 有不少网友回答,非洲的茅台一瓶相当于人民币450元 然而可笑的是在非洲茅台卖的最多的,先是去非洲又玩的中国游客 众所周知,茅台和中华香烟都是我国高端产品的形象 但是在全球售价的价格不统一,这是很大的问题 很多不良商家对于国内的一些质量根本保证不了,甚至说是质量非常的差 把它们出口出处的商品反而能保证正品 国内假货横行,这就是为什么代购会那么火,甚至都想去港澳买更便宜的东西哟 在中国游客的心目中,国外产品总是比国内的好 就连平时使用的生活用品也都是买国外的 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? 其实是因为在外国免税店看到的香烟价格让国民的心凉了一半 我们国家售卖的茅台酒和中华烟同样规格 在国外免税店比国内便宜一半 虽然很多人都觉得是原传递东西更加便宜 但是万万没想到我们国家的行情却是相反的 所以中国的游客在国外免税店抢茅台、香烟等国货 不是人傻钱多,是弃人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呢? 本视频素材源于网络 喜欢的朋友欢迎点赞分享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达达,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